选举隔天的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 充斥着愤怒示威者的喧闹 以及动员政报的警方 在出口民调显示 反对派公萨雷斯获得70%选票以后 选举委员会却说 他以44%得票率败选 难以让民众心服口服 而在美国西北部的科罗 更出现了不满的民众 将前任社会主义领袖查维斯的人 像拉倒的事件 但遇到这些不满的声音 总统马杜洛不断没有退让 还更指控这是美国富翁 企图推翻他的阴谋 选举结果不透明的情况下 维内瑞拉却进行宣布马杜洛当选 使得拉美国家纷纷谴责选举结果 美国为表达抗议 将七个拉美国家的外交官撤出 并逐出这些国家在国内的大使 巴拿马甚至暂停 跟美国的外交关系 德国巴西等国以及欧盟 则呼吁美国尽快透明公开 各投票站的开票结果 不过与美国关系良好的 俄罗斯与中国 都纷纷在官方结果公布后 恭喜了马杜洛连任 身为南美洲最大产油国的 伟内瑞拉 总统结果也将牵动国际平衡 华语新闻发言之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